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刚刚的片段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很多很精彩的娱乐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的其中就包括了奥斯卡在二十五号的时候就举行了还有还有月华妻子前阵子也到马来西亚举办的演唱会了当然也少不了的是我们今天请来了Alicia来当我们的嘉宾但是她还没有参与我们待会儿我们再跟她进行一系列的访谈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阵子 就是二十五号举办的这个奥斯卡然后一系列的名单都已经出炉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奥斯卡金像奖也被称为是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项的那今年是她的第九十一届 那是今年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呢也就是她今年既然没有主持人 你没有听错她没有主持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记得我之前有报过也就是说那个奥斯卡的主持人原定是Kevin Hart 那她也很兴奋因为她说当一名Comedian终于可以主持奥斯卡对她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但是因为前阵子她有一些言论不当的情况底下呢被这个奥斯卡的主办单位就要求她退位了 所以今年的奥斯卡竟然是没有主持人的但是没有关系 全场一样嗨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开场呢是由这个Queen合唱团也就是皇后合唱团呢主演了主唱了两首歌曲 We Will Rock You 还有We Are The Champions 全场的艺人都嗨翻了大家没有一个人是不站起来摇动的喔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得奖名单有什么影片呢 首先来看一下我大概略过就是略略读过一些重点的好了 像今年拿到这个最佳影片的是Green Book 还有的是最佳导演就是Roma Alfonso Cuarón 还有Best Actor最佳男主角是Rami Malek 也就是Bohemian Rhapsody的 然后还有这个最佳女主角呢就是The Favorite的Oliva Coleman 我们来看看一下奥斯卡的一些片段了 阿尔斯卡得奖名单恭喜Green Book 最佳影片 最佳男配角Marshall Ali 最佳原创剧本 最佳音响效果 最佳音效剪辑 最佳男主角Rami Malek Roma 最佳摄影 最佳外语片 最佳导演 最佳导演 Alfonso Cuarón Black Panther 最佳原创配乐 最佳艺术指导 最佳服装设计 最佳女主角Olivia Coleman The Favorite You're so over a man I would ravish you You have become close to Abigail She is a viper 最佳女配置 Regina King If BL Street Could Talk This is one of them 最佳原创歌曲 Shallow It's star is Vaughn 最佳动画长篇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I love you That's a copy 最佳动画短篇 Bao 最佳视觉效果 First Man 最佳改编剧本 Black Plansmen It's right system For you it's a crusade For me it's a job You're Jewish That hate you Doesn't that piss you all 最佳化妆 也发型是G VICE Are you even more rude 最佳紀錄短篇 Period End of Sentence Carsakindependent 最佳紀錄片 Free Solo What if I don't see him again I could just walk away But it's like I don't want to 最佳實境短篇 Scan 恭喜所有的得獎者 剛看到的呢 就是這一屆 第九十一屆奧斯卡 的得獎名單 那全場我剛好說 讓大家很High的 除了是開場的 那兩首歌曲之外 還有一個片段 是讓大家全場都禁止的 那就是Lady Gaga 還有Bradley Cooper 上台表演 他們得獎的歌曲 Shallow的時候 那這一屆 Lady Gaga 還有Bradley Cooper 主演的這個 一個劇情的誕生 不只是捕獲了 很多影迷的心 當然其中的那一首 電影主題曲 Shallow 也不但是成為熱門金曲呢 在這個金球獎啊 英國的奧斯卡 Grammy等等 獲得很肯定的獎項之外 在第九十一屆的奧斯卡 最佳 也獲得了最佳電影歌曲 那他們呢 就上台演唱了這一首歌 而且喔 他有說 在拍攝這個 Birth of a Star的時候呢 他堅持每一首歌曲 都是要現場錄唱的 那Shallow做出來的時候 Cooper就說 哇 這首歌 一定要放在電影裡頭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看看一下 現場他們兩個人 合唱的這個片段呢 怎麼讓全場都靜止下來 聽他們兩個人對唱了 好 真多麼震撼的演出 可以看得到 當時候他們兩個人的眼裡 就只有彼此 所以看得到 這一個片子 如果你沒有去看的話 一定要去看 很值得 還有 接著下來 給大家帶著新聞 跟這個中國人氣男團 月華妻子有關了 那他們前陣子 就來到了馬來西亞 舉辦演唱會了 在這個世界巡迴的演唱會 馬來西亞戰是首戰喔 七個人來到這一邊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盛況呢 有看到 帶來了很多不同的歌曲 當然還在歌在舞 所以全場都是HIGH FUN的 我們帶大家去看看一下 當天晚上演唱會 到底有什麼有趣的片段喔 尖叫聲再大聲一點 再大聲把六華妻子給呼喚出來 正式引爆 Next to you 世界巡迴演唱會 演唱會以二專主打 Blah Blah開場 朱正廷 范澄澄 Justin 碧文俊 丁哲仁 李全哲 黃興淳 七位少年 絲意歌唱 點燃了現場的氣氛耶 妻子也在舞台上甜言蜜語 哄大馬的粉絲 稱讚大馬的呼教授是最大的 連少話的碧文俊也畫多起來囉 首先呢 我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晚上 我們來親愛的團會 來觀看我們 我們也是非常期待 然後很激動的心情 然後感謝你的到來 謝謝 反正現在是我們第一次 我們這次巡迴演唱會的 第一場韓樂場 然後我們 成員 我們準備很多新的節目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期待 今天呢 我們七個人會 就是表現得更好 然後讓大家看得到 我一開始的參賽 我很多人的節目 我給大家看得到 為了準備這場演唱會 妻子都在熬夜 練習舞蹈 范成成爆料說 黃新辰練習評出錯 結果被懲罰200個俘窩稱呢 在準備團體這首歌的時候發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像熬夜、練舞蹈 或者是挑最多錯的人員 然後來罰站或者是匹罰做國衝 當時新城做了將近有200個超級的為師 要示範嗎? 示範有200個,示範有200個,坐不上街 示範有200個,坐不上街 過了一天,顏色都攀走 第一次在朝流 7、8、8、8 8、8,8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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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中文娛樂新聞節目 8864 大家好 我是張莉昂 歡迎回來收看8864 那我們都知道 三八婦女節 三八婦女節 就快要到了 那配合這個三八婦女節 八度空間的活力加油站 即將會邀請很多 不同領域的專家 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有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七個不同的專業魔法講師 包括有1FM的DJ Angelina 有這個國際認證的 健身教練林建章 玄學命理諮詢師Jesse Lee 還有自然療法師 以及營養師鄭詩林 以及這個中醫師林江豪 以及本地著名的 髮型師顧榮華 等等的這些專業講師 都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讓你的生活 變得更精彩 更健康 活得很有自信 那這個開課的時間 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是在3月9號的早上10點到4點 在Bentley Music Auditorium 那如果你想要 更詳細的了解的話 可以到八度空間的 官方臉書去查搜尋這個資料 以及報名的啦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邀請我們的嘉賓 來上節目了 但是在那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看他的MV 請客 好熱世界 真的耶 剛剛看了一個非常勁爆 又在歌在舞的MV有沒有 現在在我身旁就有Alici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licia Alicia可不可以跟我們觀眾 先打個招呼 然後就是說一下 這一次帶了什麼專輯 來跟我們見面呢 這一次我就帶了我最新專輯 《我不完美》來響8864 然後這張專輯就要送給Pauline 謝謝 我想說剛剛看了妳的MV之後呢 再看看妳真人 差別好像滿大的 因為MV裡頭真的就是一個很酷的造型 可是現在就是你知道嗎 有林家小妹的感覺 昨天剛剪了頭髮 是喔 對 因為之前這張專輯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帥氣 然後現在就比較想要走親民 親民一點的路線 親民比較可愛可親對不對 但這一次這個專輯 我剛剛也有看到裡頭有四首歌 是的 但是沒有一首叫做《我共藍美》 對 有四首哪四首呢 就是有黃明志幫我寫的一首歌 然後還有威爾 然後藍音 對 然後志欽老師他們幫我製作的 我的天啊 這個聽起來就是一個重金打造的專輯 你都是非常有名的音樂人 在幫你製作專輯耶 是的 所以說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讓大家帶回去 然後細細的品嘗對不對 對 沒錯 剛剛你有提到說 你的專輯的設計 是有一點比較特別的對不對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對 這張專輯它就是 外面是黑色的 因為之前的造型就是酷酷的 就是比較帥氣 對 然後所以這黑色是代表別人 我給別人的印象 對 但是我裡面會有一個粉紅色 就是我還是有點少女心 是 然後它這次的設計是要撕開 然後你才可以看到裡面的造型 造型啊 照片啊 所以就好像撕開我的內心探討 好有趣喔 對 真的是一個隱喻的嘛對不對 對 就自己想的啦 就自己想的 還有跟設計師討論 對 那我知道Alisha是隔了兩年 我們再度就是發行這一張專輯 請問有什麼 就是為什麼兩年之後 還會就想要重新來出唱片 其實之前就是 其實要在2017年發的 但是就是中間出了一些 很多的狀況 然後我們才拖到2018年才出 好 所以要不然的話 其實可以更早跟大家見面 是的 而且我也有聽說 你有其中一首歌曲 在發行前就是遇到了一些難題 對 是哪一首歌曲 第三首 像男孩的女孩 歌曲是什麼問題 跟我們觀眾分享 之前可能相信了一個攝影師 然後 他就把我的東西 就是拍好的東西拿走了 喔 拍好的東西拿走 對 然後還有器材啊 什麼東西他都拿走了 然後給我們 我們追他的時候 他就是給我們的 roll file 就全部都沒有做過的 我的天啊 你說MV嘛 那一部分 對 然後還有專輯照 然後全部重新再拍 所以就是要花更多的錢 更多的時間 還有精力去完成它 對 重新拍 重新做 我的天啊 那你們對這個攝影師 就是有沒有 才出什麼行動啊 還是 還是就是讓他 其實之前有發了日子信 但是 也是某些狀況 然後也沒辦法告成 就是第三首歌曲 對 像男孩的女孩 是的 那是不是還有一首歌 必須要改了歌詞 才有辦法發布到 好像有看到類似的新聞 對 就是我的專輯主打歌 就是黃明志幫我寫的 幫你主打的 對 對 然後因為他的歌詞 其實我是覺得沒有太敏感 但是可能在媒體方面 可能就不太方便 這麼的直率 這麼的坦白 到底是什麼 可以再詳細一點 我們再跟大家說一說 原本黃明志寫的歌詞 就是議題是圍繞著 男生的一些器官 跟男生器官有關 所以就沒有辦法發行 必須要在做歌詞上的調整 對 好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這個Licia的 我不完美 這張專輯的一些資訊 八八六十四 哈囉 妳好 我是張栋梁 歡迎繼續回來收看 八八六十四 那在我身邊的呢 有大馬的歌手 Alicia 那今天她也帶來了 她的專輯 這一個 我不完美 Alicia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談 這個整個專輯的概念 為什麼會以 我不完美來命名呢 其實我是覺得 每一個人都不是完美的 但你要怎麼去接受這個事實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他自己 就已經很完美了 但是我是一個 想要追求更加完美的人 就是會在細節中挑刺 對 所以我想要 把自己做得更好 聽起來很像那個 完美主義有沒有 想要把自己 弄得更好 更完美 就是因為不完美 所以才要精力求精 其實我覺得好像 如果是說在 好像你知道更多的東西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人 越來越渺小 我了解 然後你就想要追求更多 更完美 講座更好 很好耶 我覺得這個概念 其實這個精神是很 應該要傳達 給更多人知道的 是的 那你這一首歌 有看到有一首歌 第二首嘴 嘴 它也是背後有一個 很有趣的故事跟靈感來的 對不對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不要用嘴傷人 因為有時候人家說的話 某某可能一兩個字 可能就會傷害到任何人 對 但是我們要怎麼去 思考過 對 然後才來說這句話 這樣子我們才不會傷害到別人 沒錯 你這樣子說是因為有個人 發生過一些類似的經驗嗎 還是有沒有經歷過一些什麼 網路霸凌的事件才會 才會啟發到這一個嘴 這一首歌去 其實有 就是之前我在POP駐唱的時候 然後就會有人就會毀謗說 你這個 你的人長成這樣子 為什麼你還要當歌手 這個誰誰誰還比你好看 對 就覺得你不要拿人去評論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 沒錯 對 每一個人都是特別的 為什麼你要去 比較 對 比較 對 這樣真的很傷人 而且樣子不影響歌聲 我唱得好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你背後 我們電視上有播著的 就是你的MV 真的 造型上是非常非常酷 而且整個色調 顏色 有沒有什麼特定的概念 在拍攝這個MV的時候 就覺得這首歌 因為就是表現出我的性格 然後表現出我想要表達的 就是不要亂說話 所以就會走比較帥的路線 然後就要走比較 有風格 有個性一點 很帥 就是有點街頭 又怎麼樣 這個MV裡面就很多 就是演藝的東西 那你剛剛有提到 我們在廣告時段的時候 有跟Alisha大概大概提到一下 Alisha除了是一位歌手以外 你自己本身也是有演戲對不對 對 之前就參與過黃島 黃明志導演的兩部電影 兩部電影都有參與 對 兩部 他出了四部的話 然後兩部都參與過 一部是冠軍歌王跟高凌鋒大哥 然後另外一部就是 即將要上映的Banglasea 對 那如果讓你選擇就是 演戲跟歌唱的話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個 或者是比較享受哪一個呢 喜歡的話喜歡唱歌 但是想要挑戰的話 是挑戰演戲 真的喔 你覺得演戲對你而言 比較有大的挑戰性 感覺可以走比較久吧 唱歌沒有辦法嗎 可能就是現在的 現在人的口味就比較 更加的年輕化 對 可能我們現在的歌曲 可能就不太符合大眾的要求 明白 那2019年有沒有什麼 新的一些企劃或者是期待 我們觀眾朋友們 可以對Alisha有什麼 新的展望有嗎 有 即將來臨了3月23號 就有辦一個我自己的音樂會 在不中大嘴巴 大嘴巴 那如果想要就是 更詳細的去了解這個音樂會 怎麼入場啊 或者是購客資訊 可以到哪裡去 可以到More Entertainment的 Facebook上面 沒錯 對 或者到我的Facebook 就Alisha上面 就是詢問一下 可以去詢問 對 就一場嘛 就僅此一場 就僅此一場 僅此一場的音樂會 那如果你想要看Alisha的 現場演出的話 就一定不要錯過 這一場音樂會 來在Puchong的音樂會了 好 那我們也有送票嘛 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觀眾朋友 想要出席這場音樂會的話 那就一定要留守霸度空間 把你的個人資料都發送進來 8860是我們會發問問題 對 然後就是會把票送給觀眾 去看Alisha的演唱會了 好 我們要問一下問題好了 好 問什麼問題好呢 就問黃明志有幫我全製作了一首歌 那首歌的歌名是 把你的答案呢 我們再重複一下那個題目好了 黃明志幫Alisha製作了一首歌 請問那首歌的歌名是什麼呢 把你的答案還有個人資料發送到 剛剛看到的電郵底下的電郵 8E-news-at-tv.com.my 那我們會選出優勝者 送你Alisha的音樂會票了 拜拜 謝謝Alisha 來到拜拜了 謝謝 謝謝 Alisha Alisha Alisha